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 来讨论一下这个可降阶的 高阶微分方程 这个有这么几种情况吧 第一种呢 直接是Y的N阶导数 等于F的X 这个很比较简单 直接两边对X 接分N次就可以得到它的G 那么第二种呢 是这个F的X Y一匹Y两匹等于0 就这个方程啊 它不显含Y 它只有XY一匹和Y两匹的三项 这个时候呢我们令 就这三个这个显含这三个元素 那我们令这个P等于Y一匹 这个时候呢这个Y两匹变成DP比DX 所以就变成F的XP DP比DX等于0 这个是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EG的游转发程了 而第三种呢 就是 不显含自备量X 就是F的这个Y Y一匹Y两匹等于0 再一个方程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令P等于Y一匹 这个时候呢这个Y两匹呢 是等于DP比DX 等于DP比DY 乘上DY比DX 因为DY比DX等于P 所以把它带进去得到这个Y两匹呢 就等于P乘上DY DP成P比DY 这个时候呢 这个圆方程就化成F的Y P 以及P成了D比DY等于0 这个呢就是一个EG的 微圆方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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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